火箭小变动竞胜21分,安东尼位置变化收获奇效,无小阵容在天一保步行者队,虽然并不是东部最强的球队,可是火箭队在昨天与他们的比赛里还是输了,虽然输球了但是并不重要。 火箭队也凭着此场比赛收获了很多,比如球员的使用,阵容的搭配等等,总体来说这五场季前赛只是一个热身而已,火箭队并不看重胜负,而是看重热身的机会和年轻球员上场的机会,其实昨天这场比赛离火箭队是有机会营求的。 在火箭队落后时,火箭主帅麦克德安东尼一度排出了无小阵容,虽然PJ卡克一直是无小阵容里中锋位置上的主打,可是昨天他因为没有上场,所以德安东尼果断让卡梅罗安东尼成为了火箭队无小阵容里的中锋。 不过真别说,安东尼在自己的新位置上表现得特别出色,全场收获了16分5篮板的数据,三分球也有6投4中的高命中率。 安东尼打中锋并不是现在的事情,当初在雷霆队打球时,他的一小部分时间就在雷霆队里打中锋位置,所以对于这个位置甜瓜,还是比较熟悉的。 就像昨天的比赛一样,安东尼虽然在中锋位置的防守端有点吃力,可是在进攻端,他一个又一个被打得分,三分出手得分,让步行者队的主力中锋特纳吃了不少苦头。 而且在安东尼成为中锋时,火箭队的无小阵容,一度将步行者队的领先一点一点蚕食,甚至火箭队一度,还反超了比分。 火箭队祭出无小阵容,那时的火箭队一度打出了23比2的攻击高潮,火箭队阵容上了一个小小变动,却让比赛差点发生了逆转。 那时候的火箭队竞胜21分,可以说安东尼从4号位提升到5号位后,火箭队身后的奇效。 尽管这场比赛火箭队最后输了,可是他们发现了安东尼的另一个价值,这一点比起一场季前赛的势力要重要得多。 上赛季火箭队的无小阵容是他们关键时刻最常用的阵型,不过现在火箭队又重新组建了他们的无小阵容。 鲍罗、哈登、哥登、恩尼斯、安东尼,虽然PJ坦克归来之后中锋位置可能会成为PJ坦克的脑中之物,但是能够在无小阵容的中锋位置上再收获新中锋安东尼,不得不说是火箭队的意外之喜。 PJ坦克在中锋位置上虽然防守能力不错,来败能力也很强,不过他的得分能力比起安东尼来说要差着一个当次,那么未来在火箭队需要追分时,把安东尼放在小个阵容的中锋位置上,或许能够起到比PJ坦克更好的效果。 毕竟安东尼的得分能力由于坦克不断的尝试和试验,也让火箭队的阵容随时变化。 昨天的试验就收获奇效,这才是火箭队寄前赛的最终目的。 谢谢观看《试验糟的摩托》OK。 安东尼,怎么能够起碗。 gloves。 感谢观看